想抓住一点安慰 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 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 你的心那么脆 一碰就会碎 经不起一点风吹 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 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 但是天总会黑 人总要离别 谁也不能永远陪谁 而孤单的滋味 谁都要面对 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你的快乐伤悲 只有我能体会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你的心情总在飞 什么事都想去追 想抓住一点安慰 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 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 你的心那么脆 一碰就会碎 经不起一点风吹 你的身边 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 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 但是天总会黑 人总要离别 谁也不能永远陪谁 而孤单的滋味 而孤单的滋味 谁都要面对 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你的快乐伤悲 只有我能体会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好的我们伴随着这首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 说开始了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风评上 有很多人一直在喊 冻凉冻凉 那就让冻凉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诚意你好 大家好 我是冻凉 对啊 今天晚上 不只是我自己本人是很激动的 而且我们节目 工作室的一位小编 对 也是资深的喜欢了12年 而且前一段时间 在台湾的演唱会 他直接也是飞奔过去 然后去参加 他说他也没有想到 今天能够在这里见到你 今天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 我也给我妈打电话 我说妈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我妈睡得懵懵的说 会想起你爸呀 因为我也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就是 我第一次在我们全校的时候 在我们班级里面 领着大家一起合唱的那首歌曲 就是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那这首歌曲 确实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那冻凉 这首歌今天在我们直播间 再次听到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个歌对我来说 可能对大家对这个歌的那个 感觉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毕竟就是 我第一首 然后甚至当时都还没到 台北去 然后在马来西亚就发了一张 你还没在台湾发机 然后就被这里的朋友认识了 对 而且你知道吗 有人说唱过太多次这首歌 而且还有很多人说这首歌曲真的是 伴随着他们学生时代 这种 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的气氛吧 就是一种很温暖 然后很适合可能大家要离开学校了 或是可能 对 在校园的那个环境 特别适合这个 对 那今天呢 跟大家说一下 做客成衣电台的嘉宾是 微笑男神张栋梁 张栋梁的最新EP 最好的快要发声已经在音乐平台上线 五首新歌让你听懂最真实的张栋梁 那今天晚上大家也会有很大的福利 请记好 我们到十一点半的时候 荔枝币的榜首位置 可以直接现场和栋梁来连线 准备好了吗 当然也可以获得张栋梁的签名版的CD 有人在公屏上面 有没有看到 有很多人一直在刷 小乌龟可以唱吗 栋梁哥哥好喜欢你 其实一直以来 大家都是怎么称呼你的 你觉得粉丝其实 你怎么称呼我的 来问一下 问一下我们的小编 就是栋梁哥哥 栋梁哥哥是吧 所以会叫栋梁哥哥 就给家长是吧 哇真的 蛮亲切的 是不是很亲切 对吧 有人看到有人说了 就是叫栋梁 张先生 张先生 张小海 对他们给我很多的 很多的称呼 我都可以啊 小乌龟 好看到公屏上有人说 确实 其实不论哪一种称呼 都代表了自己对那种的喜欢 那种感觉啊 那我们继续来聊 就是说听说你2015年的时候 还出了一本书叫长假 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想要写一本书 其实就是放了一段 给自己放了一段 心灵假期之后回来 然后重新投入工作的环境的时候 其实已经开始在做歌曲了 当时在开始的时候 其实不会 没想到他会写一本书 然后后来歌做着做着 就是当时有人生没有如果 年华跟偶像歌手这些歌 明白明白 就是放了一段假期 其实应该是先从我放假开始说起吧 2012年 其实我发了别再京东爱情之后 我就接着拍了两部戏 然后 哎呀 应该要从2009年开始说起 其实2009年沉默的瞬间 是我第一次心里面有一个声音 告诉自己说 哎我这样下去好像状态不太好 就是开始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警讯 那但是还是一直在工作 到2012年 发了别再京东爱情 然后连着拍了两部戏之后 就真的告诉自己 我真的必须得先停一下来 对对 再给自己一个 对 因为其实我当时想想走 就是因为 嗯 太爱这份 太爱这份工作 我不想 嗯 我希望我可以再调整自己 然后回来是可以用一个更好的状态 更开心 更快乐的一个状态 然后可以走得更长久 对对对对 所以就就很毅然的就去放假了 然后到纽约去上课好几个月 然后完全做跟工作的时候 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 然后回来 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能量什么都好了 然后就开始在做音乐 就做了当时那些歌 然后做着做着 开始跟身边的一些伙伴 聊说怎么样发行啊 什么什么的 哎 后来说的概念就这样发生了 因为大家觉得 好明白 我想讲的东西很多 但是我又不想 一直用说的 说的很 说的太明 但是又不能用三首歌的时间来 告诉大家 所以就用写的 跟分享一些照片 就出了一本书叫长假 明白 有人粉丝说 动量声音好听到爆 好适合这种节目 对 就是适合晚上 跟大家一起静静的来聊聊天 一起来分享一下 你看到今天晚上 我们的公屏一直在 不断的刷屏当中 确实有很多人说 动量的声音是属于那种 超级温柔性的 而且其实 相信很多听众也都说 你是他们青春时的回忆 而且就是说 你也演了很多的角色 电视的角色 那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自己演过的吗 很难说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给了我一些什么 那当然给我最多的 当然就是何群 这个角色 因为它是我第一部戏剧演出 然后也是到今天 最多人有回忆的一个角色 当然也有些人告诉我说 我好喜欢你的孙吴迪 这是当时的那个喜剧 所以其实每一个角色都给了我一些什么 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说喜欢哪个角色 都还蛮感恩 有机会去把这些角色赋予生命 对 有人一直在刷合群合群 有人说也是喜欢不同层面的栋梁 那其实也来说就是歌手 演员作者 这三个身份 你最享受哪一个 歌手 歌手对吧 坦白讲 歌手是最 就是非常自己的 但我也很喜欢 比如说 可以有机会 去演出一个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那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事情 就当演员的时候 作者呢 我真的不觉得 我觉得可能长假 就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本书了吧 好不要说这么死好了 那可能大家如果真的觉得 啊要再期待我下一本书 那你就可能得有耐心一点 因为我觉得写书这件事情 真的太辛苦 然后 对我总不能一直 你知道 因为我觉得写书是比唱歌 更要再掏心掏肺 因为我觉得现在做专辑呢 从上一张 怎样的张栋梁开始 到这一张 最好的快要发声 我希望回归到歌手 这个身份的时候 是非常真实 非常诚恳的 就是大家看到 听到的张栋梁 其实就是 就是真实个性 私底下的舞台 我看到这应该有一个 会非常忠实的粉丝 他刚刚说 刚刚好的人生哲学 对吧 对我们刚刚才 开始有聊 对再聊这个 对就一切就是刚刚好那种 对吧 我觉得刚刚好很好 我一直都是这样 我觉得刚刚好的 开心 刚刚好的 富裕呢 刚好的 状况 就很好 刚刚好的等待 所以我觉得刚刚好很好 我是一个很中庸的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就培养这个 很中庸的一个个性 我不喜欢 我也是这样 真的吗 对就是我 我一直很喜欢 这个中庸的思想 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一切 不用去争太多 没错 对吧 是你的 他就是你的 刚刚好 就是你 就是人生当中 比如说我当时去做波音的时候 那个台不要我 我也没有太过伤感 你这样被拒绝过 对 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真的被拒绝过 就是 当他说 不要你的时候 这个台 我就 我没有就是说 很难过 我就会想着说 也许会有下一个台 会适合我 那就我觉得 我不在传统电台做了 那我就做网络电台 还真的就是 实现了我很多的梦想 就是一切刚刚好 我觉得是一件 挺好的事情 是 对吧 我们继续来聊 不知道栋梁 知不知道 现在有一种 很流行的说法 就是佛系 我前两天有听说 我是前两天才听说的 但是我还是 还没很搞懂 他到底要形容什么 我来跟你说 就是说 佛系就是很随性 其实就合作 刚刚好差不多 不强求 去争取什么 对 就是很佛系 比如说 佛系恋爱法 就是说你来了 你就再折 你走了 我也不难过 OK 不强求 不强求 那我还蛮佛系的 对 所以不是有人说 你就是很佛系 你真的这个 觉得这个是不是很 就像一堆人问我说 因为最近在做访问 他们说 你当时决定要离开 你真的都不怕 革命会流失吗 这些 对对对 我其实就觉得 一直很想问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些东西 没法强求的 你就算一直在 你在他面前一直晃 一直晃 他想走 他还是会走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控制不来 我不会太去在意 我也不会想方设法 要让他们一直喜欢我 我一直相信 有缘分的人会走在一起的 会会走一辈子的 他就是会在一起的 我也是这样 就比如说我在录制电台也是 很多人就说 成一就是你一直不露脸 粉丝会不会不喜欢你 我告诉你们 太蛮帅的 所以说大家听到没有 听到东南这么说了吧 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刚刚好 刚刚好 我们继续来聊 就是听说你在录制这张新的专辑的时候还哭过 是录哪首歌的时候哭的 这首专辑 自己的风雨 这次有一首歌叫自己的风雨 其实也没有哭 我不知道大家哭的电影是什么 对我来说哭是 哭是 没有在说话 没有在干嘛 然后可能甚至哽咽 错气的那种 对我来说叫哭 但是我在录音的时候 就会进入一种很奇怪的状况 就是它不会影响我的声音 但是我甚至没有察觉 我在流眼泪 就是不自觉的 对我在唱着歌 然后那个泪水 就是会这样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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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下来 可能就是单一边眼睛的 可能左眼角之类的 就是对自己的风雨 就是有这样的状况 对我也是 就是我在录音的时候 有时候就不自然的 其实你也没感觉到自己哽咽 你说你在做节目的时候吗 对录音的时候都会哭 比如说像现在 就比如说就是 别哭啊 真的 就是会 尤其是我录到那种特别感人的文章 或者深情的文章 那种 对对 会有一点点 是性情中 录播 确实是性情中人 那其实这是 刚才就说到自己的风雨 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的真实 也确实适合当下 在与生活拼命 拔河的年轻人 那栋梁能否给我们轻唱几句 然后轻唱之后 我来读歌词 那你先读好 好 我先来读 我们找个配乐吧 我来找个配乐 然后我就开始 好讲究 对 因为我要煽情 我要很煽情 别哭 大家要准备好 成一真正煽情的时候 这是时候展现真正实力的时候了 好的 我来配一首非常非常非常煽情的音乐 因为我每次听到的时候 我都会哭的音乐 你太强调大会 准备好 你我也读一下 东凉的这个歌词 朋友只剩下那几个人 有好几个早已经结婚 岁月在夜里发出嘲笑声 这凌晨没有醒着的人 调整呼吸 看看夜景 过去的事不需回忆 电话响起谁的简讯 明天工作 不要忘记 我自己的风雨 我自己去躲避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会关心 没有不开心 总要喜欢自己 不完美而已 生活可以 继续 真的 虽然做作了一点 但是还是 还是蛮好的 很棒 来我们赶快 哇塞 你刚才 把我笑 进入情绪了 我让你前两句 我一直在偷笑 后面我就进入你的状况 来来来 哇塞 声音之低纯 没有这个歌我可以先跟大家说 嗯 明白明白 听过的人都都都都听过 但这个其实就像刚刚成一在 嗯 朗读的那个情绪是一样的 因为他 他是一个关于自己跟自己对话 然后 嗯 深沉 跟自己相处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开始在录的时候 本来定了一个就是一般 我会唱的歌的key 明白明白明白 然后就录了一遍 然后就出来听 然后我就说好像 嗯 哪里不对 我说我们 试试看降一个key在唱 嗯 然后就这样降了key又出来听 又再降一个key又出来听 然后最后是降了三个key 才是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 就是朋友之声上那几个人 真的啊 那不会啊 不会这么听 不是因为就是 就是像 其实其实意思是一样 你刚刚读的那个状态 就是甚至有一些声音是 低沉到听不见 嗯 对 我觉得就蛮适合这个歌 所以当时在录的过程也是这样 那到时候我翻唱一下 好啊 好 先让 先让邓梁来跟大家轻唱进去吧 可以啊 我可以唱一段副歌啊 嗯 对 我自己的风雨 我自己去躲避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会关心 没有不开心 总要喜欢自己 不完美而已 生活可以 继续 哇 真的是 我觉得 也蛮做作的 其实 原来在这种环境下 朗读跟唱歌都是会带一点 做作 好 我原谅你 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 尤其是 呃 在这个深夜电台的时候 然后面对着这么听众 我觉得去表达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这一次 其实邓梁刚才就这样说了 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的一首歌 就是我其实对这其中的一句话 我觉得是对我感触挺大的 就是 其实没有不开心 对 人总要喜欢自己 对啊 对吧 我觉得喜欢自己 对自己好 非常重要 嗯 因为其实像我不知道 像我们 我听到身边谁在说 谁是谁 然后很 很会 就是 不会亏待自己这样 嗯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 人真的要最爱自己 我觉得你一定要爱身边的所有人 但是你不要忘记爱自己 不要忘记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不要忘记 嗯 跟自己相处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对 嗯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特别的互动环节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连线听众 嗯 现场的听众 我们看一下今天晚上会连线到哪一位听众 可以直接跟邓梁来对话 看到没有 耍 这么多 你点连线就可以跟他连线 对 一连线就可以 直接就可以连到 好啊 我也脱衣服吧 他碰到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开始脱衣服 确实有点热 好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这 擦擦汗 来来来 我们直播间这是 我们为了音质 对对对 不要让大家听到冷气的嗡嗡 对对对 就是逼得一声汗 还是要把节目做好 对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两个人都现在已经穿上短袖了 好 大家其实听到脱衣的声音 就是超级真实的 真的听得到 大家都说 哇 洞梁穿的这衣服还真的挺有质感的 这都听得出来 真的 就是说超级真实 尤其是我们这个话筒 我们之前就玩过 就是真正的 你可以试一下 就我现在就对着这个耳朵 我动一下 你真的像感觉像在掏耳朵一样 别 试一下 好样好样 对不对 我们这直播间很欢乐 好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连线 看会连线到哪一位听众 好啊 就是人超级多 现在有上百位听众在连线 那就要第一次让动量来选 你挑吧 我挑是吧 好 好 我们连线这位叫做动量哥哥的乌龟妹 嘿你好 喂 喂 你好 你好你好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 等一下等我 等我换一下耳机 好紧张啊 这一看应该就是非常忠实的歌迷 动量哥的乌龟妹 准备好了吗 对对 嗨 我是动量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喂 哈喽 他那边是耳机是没有插好吗 喂 听得好了吗 听得好了吗 我们听得非常清楚啊 你听得见我们吧 你听不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哦好 那你就准备挂断呢 听得到听得到 好 你的动量哥哥一直在跟你打招呼 你还是有延迟吗 延迟很严重 对 那怎么办 这边有点延迟 你 你先说你怎么称呼 你什么名字 你看他还说别呢 我们就没有说过 我叫薯片 雪片 嗯 薯片 雪片啊 薯片 哦 薯片 薯片 雪片 薯片 OK 薯片 不是不是雪花 你好你好 薯片 薯片 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我就是激动的 好 来来来 跟跟动量来有什么说 因为今天的话题就是说 如果有时光机 你想回去还是去未来 嗯 嗯 我想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想去未来 因为 因为就是过去嘛 经历了的话 就算是错的 或者是对的那些 都是自己经历过的嘛 嗯 嗯 嗯 还是要勇敢的 像走向未来 什么的 嗯 嗯 好 就是想对动量哥哥 说点什么 今天是 是不是第一次 这种真实的 想跟动量哥哥打电话 嗯 对 真的是第一次 超级自动的 我真的 想起之前 之前 同年的时候 真的是 经常看微笑 白是达 哦 动量哥 现在就是 我童年男神 童年男神 你 你今年多大了 听起来很小 我 我 我二十一 二十一 大学 童年 对 明天说他童年的时候 看 哦 就是 就是小学 你现在是大学 毕业了吗 哦 我现在 我现在快毕业了 哦 哦 你没句话 那这样吧 我们让他来唱一首 动量的歌 我今天六月 六月份毕业了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就是五月份 五月份去考试 五月五号 刚好 本来是要去那个生意节的嘛 刚好和我考试装上了 好 没关系 来唱一首动量的歌吧 嗯 当你孤单 你会想起谁 唱什么 嗯 当你孤单 你会想起谁 嗯 嗯 呃 我 我 我那个唱歌 唱歌会把你们吓到的 没关系 没关系 对啊 而且童年陪伴你那么久 你我们 正好动量也在这里 然后现场就会给你点评一下 到底怎么样 等会儿 那我就唱一句 好 不要笑我 我们保证不哭 好 嗯 嗯 当你孤单时 你会想起谁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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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了好了 你赶紧下去吧 哈哈 谢谢谢谢 谢谢薯片啊 嗯 它是有二人转的感觉 对 你太激动了 你太激动了 非常开心 今天晚上有这个缘分 跟你说两句 嗯 那希望你的那个 大学最后考 最后 六月份 他刚刚说啊 考试 对对对对 一切顺利 然后 享受这一点点 最后在学校的时光 嗯 就是好好认真读书 也好好的去 去跟 嗯 所以你加油好不好 好 好 你下次没练好 就不要再来 哈哈 不会不会 谢谢薯片 谢谢薯片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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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唱的是不是 真的有那种感觉 什么感觉 就是有那种 他真的太紧张了 嗯 他太紧张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还有六分钟的时间 六分钟我们到整点的时候 也会连线一个 我们继续来 聊 栋梁的专辑 我们继续来聊 就是说 呃 这次新专辑的概念是城市与情感 当时当初是怎么想到 把这两个点融在一起的 呃 其实我我一直要强调说上一张专辑 因为其实真的是有一个延续性的 嗯 那上一张就是怎样的张栋梁 那张专辑开案的时候 我是跟紫超 还有关系员说 嗯 我要做一张专辑 我不想唱情爱 我觉得如果不唱情爱的张栋梁 我想看看他会是什么样子 嗯 所以就做了一张怎样的张栋梁 对 我觉得这个名字好酷 真的是 对 因为就是在 我也在 我也在寻找 到底我是一个怎么样的歌手 嗯 那所以就有个人生没有如果啊 现在你是怎样的人 对 偶像歌手 年华 呃 遗憾的艺术这些歌 完全跟情情爱的 大家可能以前觉得 啊 情歌王子啊 什么完全没有关系 对 都是在探讨我自己的一些 一些信念 比如说我真的是相信人生没有如果的 刚刚 嗯 是有朋友说什么 嗯 呃 不用 不用太去想太多 哦 就刚数片才说嘛 对对对 他说他想去未来 因为其实过去就过去了 我也觉得是这样 但是没有必要抹杀过去的一切 我觉得走过的都会是经验啊 嗯 然后都会是一些 对你以后很有帮助的历练 但是我不会去想说啊 如果这样当时做了这个决定 现在会不会好一点啊 或怎么样 对那就是说呃我也我也想问一下冻凉 就是比如说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后悔的事情 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当然有一些觉得啊 做错了一些什么 嗯 但是我不会后悔 我不会后悔 因为我觉得可能当下那个东西是错的 但是他给你带来的领悟是更大的 对 让你之后的一些警惕是更更更收获的 所以我不会这样去认为 那后来像现在你是怎样的人 里面也有很多给自己的一些反思啊 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个低调的人 嗯 但是我又这么的渴望你们的掌声 嗯 然后我觉得我是个 嗯 嗯 快乐的人 但是眼泪却是我最脆弱的一面 嗯 就是我觉得人总会有很多矛盾面 那那个就是在讲这样的东西 所以上一张专辑我不断的在 在掏出自己内心很多的东西 嗯 那到这一张我就想说我想再把范围扩大一点 我想我我我本身在这样的一个都市 在穿梭在不同城市 我有很多的情绪 嗯 感受到身边人事物的一些情绪 那我就想把这张做的比较都市化一点 明白明白 这是当时的一个概念 明白 啊那专辑虽然只有五首歌 但确实也融了好多的曲风 嗯 那么你在私下里更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呢 嗯 其实我最常听的呢 是呃电视啊电影的原生带 嗯嗯嗯 呃我不知道这边 大家那部电影翻成什么 就是那个Walter Meaty 嗯 白日梦冒险家吗 嗯 白日梦 白日冒险家 嗯嗯 然后那部电影的原生带我听了好久 就是我我我其实就很爱找原生带来听 嗯 尤其那部电影它就是很多 甚至有一些冰岛的非常有名的地下乐团呢 嗯 那些 然后那张专辑也 也有启发我一些做音乐的 感觉 所以 所以我听很多这样的原生带 然后当然我因为我本身还是在做流行音乐嘛 嗯 那当然还是会去关心 现在大家在听的一些流行的音乐是什么 嗯 明白明白 好那现在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开始再来一波连线吧 看接下来会连线到哪一位听众 呃 哇 这人 我 我看接下来会选到哪一位 哇 刷的一下就上来了 嗯 我们选一位 真的好难选 你知道吗 就是 太多 要选这个吧 小雨吧 我听一下小雨的声音 嘿 小雨你好 哎 你好 小雨 哦 你好 你好 嗯 好 东良好 小雨好 小 东良你好 小雨好 我们在这样互相好下去就 说不了话 你好 你好 好 小雨在在哪个城市啊 在哪个城市 哦 我在河南 哦 在河南 嗯 那来商丘 哦 商丘 什么天气啊 现在 嗯 对 他那边应该下冰雹大雪 挺热的 挺热的 哦 挺热的 跟我们直播间一样热 哈哈 对 来来来 就是 哦 对 小雨就是想对东良说些什么啊 我看你这个起的这个名字 一看就是非常忠实的粉丝 对不对 嗯 嗯 嗯 对对 喜欢动良很多年了 哦 很多年了 几年了 来说一说 嗯 嗯 动良最近宣传机都挺忙的 然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多喝点水 嗯 嗯 一直在喝水 北京也挺干的 嗯 对 北京太干了 太干了 嗯 好 就是 嗯 对 嗯 还想说什么 这么难得的机会 呃 真的也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 就让 就 动良越来越好就行了 嗯 好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今天的话题就是说 如果说有时光机 你是想回过去还是未来 嗯 嗯 我 我觉得 现在就挺好的 哈哈 我也 我也这么觉得 慢慢的走向未来吧 不要 不要跳跃吧 对 其实也不 也不回过去 也不要去未来 就是说 就现在就挺好 刚刚好 对 我觉得其实人真的要学会 去享受 moment 就是现在 那当然对未来 可以怀抱很大 很大 或者是很 很多的期许 但是 就是不要忘记 享受当前了 非常好的小语 对啊 小语真的很好 对 小语现在在 是读书啊 还是工作了 哦 我现在工作了 哦 都工作了 哦 那第一 第一次是怎么知道 动良的 嗯 第一次 就是一个很偶然的时间 看电视 看那个微笑 就看到了动良 哦 确实还真的是 有很多人 就是从电视上 在知道的 你不是先 听到歌是吧 嗯 呃 不是 是先看的那个电视 然后后来 通过电视去认识 动良 听动良的歌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那时候 是先听的卡带 因为我家没电视 真的吗 应该吧 所以 所以你pasta之后 一直在关注我 我中间发的 的专辑 跟拍过的事情 都有在 都有在关注吗 嗯 当然有啊 当然有 而且 我也参加了很多活动 OK 前几天 北京那个 我也有去 哦 你说那个第一场 我刚到的那一天 对不对 对对对 哦 还是跟你 还是 还是跟你 小小抱歉一下 那天真的有点来 匆匆去匆匆 嗯 你那天 没关系 那天我们都很开心 有有有 我后来听到你们 都蛮开心的 但是还是 小抱歉 因为后来一到就 就开始live了嘛 然后我们又赶下一个 所以没有时间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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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们都开心哦 那天都玩得蛮开心的 对很开心 全一直都在笑争吵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那就好 我很开心 谢谢小语 谢谢小语 希望小语 呃一直开心下去 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好吗 嗯 小语加油 嗯 好加油拜拜 好谢谢东梁 东梁加油拜拜 嗯 好我们继续来问东梁 专辑的制作团队 都是你的老朋友了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念旧的人吗 嗯 这我一定是 嗯 其实我这样专辑后 你看从专辑的摄影师 嗯 MV导演 专辑的设计 嗯 然后词曲创作就更不用讲了 所有的乐手 然后 其实很多都是从我第一张合作到现在 发型师 然后造型师 化妆师 都是 然后那天 呃 台变唱会 我们大家也蛮感慨的 在那个 在那个化妆间 然后就 诶 各忙各的 然后 然后反而是因为我 然后凑在一起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 挺喜欢把一些老朋友 对 我觉得我很珍惜这样的缘分 嗯 我觉得我珍惜的 我在一起的 我就会希望把大家 嗯 都凑在一起 那对 我不会 我不会没事 就突然间要去 改变啊 或者什么 对 就是习惯了 就比如说 之前一些熟悉的人 而且交流起来 或者他们都会很懂你 对 对吧 嗯 尤其现在 我觉得现在状态 我很需要真正懂我的人 在我的身边 嗯 那他 我觉得那是会很 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环境 工作环境 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明白 那团队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会不会就发生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 我们这次的录音过程非常的好玩 基本上以前 以前的录音状态又比较像是可能我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可能要完成五首歌 那大概一首歌就是一两首的录音 我的部分啊 而且已经很单纯 就是把歌选好 然后他们就会去发放编曲啊什么 然后弄好了通知我去录音室 可能一首歌唱一天不然两天 那我的工作就结束了 在听到的时候就是完成品了 以前以前这么多张都是这样 直到上一张开始才是就是那做词做曲人就从头到尾 从旋律歌词都是参与所有所有东西 然后录的所有乐器我也都在现场 然后是这样子在做在做专辑 所以我们在现场就其实没有那个时间的压力 然后没有说什么时候要把什么事情做完 就是反正一定要做到好 然后一定要做得开心 大家一定要一起玩得很尽兴 这样在做专辑 十年前就是当你唱的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十年后唱的是我终于不再孤单 你觉得十年里自己发生了哪些变化 太多了太多了 很难用三言两语来讲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大的一个变化 对一个状态的不一样 我还是很 有时候呢 深夜还是会想想当时这样自己一路走来 其实 十年真的是 很对 很庆幸自己走过的每一段才有 才有才造就今天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很我觉得每个人好不好 有没有成功 我觉得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可能很多人觉得啊 就也也这样 那有些人觉得不怎么样 但是 对啊 就像我就像我就像 我觉得我这次有首歌叫玻璃缸 就是在讲说大家其实真的不用 人云亦云 不用多风 其实只有自己最知道自己 适合自己的状态 自己的生活 自己所谓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对 那对 看到有一位粉丝说一个男生粉了你十二年 什么意思 对 他说他是他自己 他说他自己说的他自己是一个男生 做我的粉丝做了十二年 做了十二年 我们这边有一位小朋友女生 也说十二年 十三年 纠正 马上被纠正 好 十三年 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是 但是我男生粉丝还挺少的 挺少的是吧 但是我发现 嗯嗯嗯 这一次这两张专辑下来就是我开始 嗯 所谓的歌手的一个重生之后做的这两张专辑 我发现活动上多了蛮多男生的 哦男生是吧 对男生其实有时候感情细腻起来 我觉得还真的是挺 嗯 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的 嗯 但是我的歌里本来 就比如我也很喜欢动良 就一直 对 我当时说 谢谢谢谢 嗯 我当时说就是从 呃 因为我是一个心思挺细腻敏感的人 然后我所以说当时听着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呃 比如说现在听 我就会想起高中的时候发生过的任何事情 真的 就歌曲 他能够带给你很多很多的回忆 嗯 我们继续来聊 嗯 其实动良这个点也已经说过了 如果说有时光机想回到未来还过去 其实就现在就挺好的 对啊 并不一定要去到哪里 对吧 其实其实这张专辑就叫最好的快要发生 我觉得其实就是想讲 我真的觉得现在很好 但是我也不想我也不想现在就是最好 如果现在就是最好 那其实也没有走下去的意义 你知道吗 对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非常好很好 但是我一直都还是期待会更好 对 不管什么状况 事业也好 爱情 家庭 就是我觉得面面 巨大 不是 我觉得面面都还是可以再可以更好 更好一些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 嗯 好 那跟大家再说一下 今晚做客成一电台的嘉宾是微笑男神张栋梁 张栋梁最新EP 最好的快要发生 已经在音乐平台上线了 五首新歌 让你听到最真实的张栋梁 大家也可以关注栋梁的微博对吧 嗯 就是关注微博就可以了解更多的具体的动态 那接下来进入一个很好玩的环节 就是快问快答 是 我玩这个都很慢 都是快问 快问慢慢答 哈哈哈哈 好 好了 我尽量 我尽量 看你问 因为有时候他们问的问题都需要 嗯 思考 不是思考 就是 我比较啰嗦了 哈哈哈哈 好 第一题就卡住了 哈哈哈哈哈哈 第一我真的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KTV了 嗯嗯嗯嗯 第二去KTV 第一个唱歌的肯定不会是我 哈哈哈哈哈哈 第三嗯 当我好不容易点了一首歌之后 可能要等一个小时才有我唱的份 哈哈哈哈 因为我的朋友都还蛮爱唱的 所以对 所以这一题就会卡在那 哦 还真没有啊 嗯 没有通告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 睡觉 啊 最近最近 哦 因为不工作就当然希望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明天就可以更 对那你一般就会晚上几点睡觉 我啊 我我习惯的就是十点 不会十点真的睡不着 十一十二一 十一点到一点左右 所以我不管隔天是要多早起来 我也就算我九点已经没事 我也不可能十点会 对我也是 我就会觉得睡觉会很浪费时间 也不是 然后就外面忙了一天 要睡觉前就是很不甘愿 你就想要摸一些这个摸一些那个 就细看一下 然后歌听一下东西整理一下 所以 就会磨蹭一点 是吧 那觉得自己有拖延症吗 拖延症什么意思 拖延症就是那种 比如说我要今天我要写个东西 我就会跟自己说 明天再来 看什么事 不重要 不重要的事就OK 就会拖延一下 但是其实大部分是不会的 嗯 我对我还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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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我这块我还蛮规律的 好那来北京最想去的地方是 歌迷的心 我觉得这个这个很好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这个套路的 不是我突然想我要去哪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去哪 因为也没有机会让我去哪 然后你说这些年来北京工作的时候该去的 也基本上都去了 我都去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刚才讲去哪 那就是 因为我以为你刚学会现在大家很流行的 就是什么 啊 很多套路啊 刚刚那笑声把大家吓坏了 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 大家已经就是说刚刚想睡着 哈哈哈哈 好好满分啊 那就是最想尝试的戏剧角色是什么 嗯 反派 反派是吧 真的就是一直就是想尝试一个演一个坏人那种 是吧 嗯 好 要让你们恨我入骨 但是 嗯 恨的越深就爱的越深 其实也是 就是要演个反派还是让你们爱的要死这样 对 哇那太酷了啊 哈哈哈哈 好 那接下来说 就是觉得自己的酒量怎么样 嗯 还可以 不错 还可以是吧 哦 那还真的挺厉害啊 呃 最喜欢别人怎么夸你 嗯 说专辑做得好 啊 哈哈哈哈 就这个是吧 对啊 最近就 因为其实真的很难得 嗯 做了一张自己很满意 然后很用心的专辑 所以最近听到 大家对专辑的一些 真正听听完专辑之后 给我的一些 嗯 给我的一些鼓励的话 我就真的蛮开心的 对对对 是这样 嗯 收到的 最让你 大家现在都在专辑做得好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么你收到的最让你惊喜的礼物是什么 嗯 今天歌迷送我的水果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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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人讲话就这样 水果 水果 没有刚刚一下喝水 水果 水果是吧 因为今天真的北京挺 这几天北京挺干的 对对 是莲雾吗 歌迷送我什么 那是樱桃吗 樱桃 樱桃 还有枇杷 对对嗓子超级好 对对他们都说是现在北京的草莓 是现在北京的什么 他说什么实现吗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蔬果之类的 就这一季才会有的蔬果 对对对对 就是食令水果 食令 对对食令水果 想不起来那个字 食令水果 然后对食令水果 就是今天一整天 在饭店就是很密集的 吃水果 做专访 然后就有休息的空档 就一直吃 所以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 谢谢粉丝 这些都是说 继续来聊 继续来聊下一个 就是说 没有工作的时候 晚上几点睡 刚才回答了 也差不多 其实有没有工作 我的那个生理时钟 都差不多是 十一点到一点 但是以前 以前年轻的时候 小朋友的时候 是可以 如果不工作 然后没设闹钟 我是可以睡到 下午一两点的 一两点 现在不行了 现在就算不工作 不热闹钟 两期也是到十点 就会起来 我也是 你也有出老的症状 对 我平常真的 我就觉得我能够睡到 十二点 现在真的睡不到了 而且我 我一直觉得 我现在有 有时候睡眠品质不好 真的是活该 因为以前小时候读书啊 我把我可以睡的 那个那个扣打 都睡完了 以前我夸张到 我去上课中学的时候 我就到学校书包一放下 桌子一趴 我就睡了 然后我也是 然后起来八堂课过去 七点半睡到一点半 没夸张 我真的是这样睡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现在活该 就是睡眠品质不好 因为以前都把睡觉 那个份睡掉 真的是真的是 现在我真的 我之前就是觉得 睡到十二点是很正常 现在我每次睡到十点半 我就会觉得 哇好开心 睡到十点半 基本上就九点 八点都就会醒了 对 可能是上年纪了 就会这样 好 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是什么 最近啊 最近最近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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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时间 哦有 我看了那个 我在台北宣传的时候 有一天朋友 那我去看那个 一级玩家 哦 他叫我Player One Made in Player One 对 这部电影很好看 对 Steven Spielberg 对 我看到有人 我们小编 最近一直说 还要去看没看的 是吧 好 我们继续再来聊 给大家推荐 一道马来西亚的小吃吧 就是 应该就是 Nasi Lemak 就是一个椰浆饭 就是你平常很爱吃的 我也没有很爱吃 但是 你叫推荐 倒地 推荐 它就是很简单 一个椰浆饭 然后上面有一坨的那个 辣辣酱 然后又主要是 虾米又甜的 对对 主要是虾米跟辣椒 弄出来的 然后有一些小黄瓜 然后有半颗鸡蛋 就是 很 非常道地 但是就是可能 很一 就到处都可以吃得到 但是 就是说 去马来西亚必吃的 或者是 就是说很有代表性的 对吧 有人说 看到栋梁疫苗树 一坨 然后就不敢吃了 它真的就是一坨 但是也不代表 它不好吃啊 明白 冰淇淋也是一坨一坨的啊 对 不是吗 做过最叛逆的事情是什么 我小时候 真的挺叛逆的 真的很叛逆 大家可能不相信 以前 那些 大家就觉得你很乖 会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小时候真的很皮的故事 好 来 其实蛮多的 我还是 我还是不要说一些太夸张的 把你们吓坏 其实就是 一般的 但是大家不要学 真的不好 就是其实 以前就是 会不喜欢那些 在学校 就是很爱 老师 我跟你说 他 他怎么 老师 我跟你说 他 他怎么 打小报告 打小报告 所以就想 给他 颜色 但是我是提倡 不打人的 对 我是觉得 千万不要打人 因为人生父母一样 不要打人 OK 对 对 不要打人 一定不要打人 然后我们怎么对付他呢 就是下课之后 他回家之后 因为以前上课 不是桌椅 都是用木头 对 做的 木桌 木椅 就把他的桌子 跟椅子全拆了 就啪 啪 啪 然后隔天来学校上课的时候 他的座位 就只剩下一摊的木材 哈哈哈哈 这个 这挺坏的 挺坏的 然后 但是呢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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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是我们自己去把他盯起来 因为老师一定 老师一定发难嘛 说谁 但我们还是得认啊 嗯 然后 就还是我们两个 就还是我们两三个去 拿着锤子 拿着锤子跟钉子 还是把它钉钉钉钉起来 所以就以前小时候真的蛮叛逆的 但是 我觉得我是调皮捣蛋的学生 不算是坏学生 小时候是吧 调皮一些 我觉得我调皮 我很捣蛋 但是不算是坏学生 对 对对对 好 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吗 嗯 急性子 所以应该不算有耐心 对 我也是急性子 嗯 幽默感和帅气的外表 你觉得哪个最重要 幽默感 幽默对吧 我觉得幽默还是挺有魅力的 因为样子其实那岁月会老去 嗯 对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好的个性 呃 在 我觉得幽默感真的挺加分的 不管男生女生 哎 对对 一定要做一个幽默的人 嗯 因为有幽默感 我觉得跟这个人聊天相处起来 你会觉得很不累 对 对吧 而且就会觉得很开心 对 对 有人说那你就很厉害了 你又幽默又很帅 哈哈 这好说好说 好好 好 我们接下来来造句了 用 宁可 也不 造句 宁可 我宁可 快不快打到造句 这我第一次玩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宁可 饿肚子 睡着 也不要隔天 看起来 重重的 好烂 因为最近就是有这种迷思 那有时候下通告真的挺晚的 回到饭店 回到酒店 回到酒店可能就也是十一二点 是挺饿的 你知道真的挺饿的 想要该不该吃呢 然后不要也不明天怎么着 也不明天看起来种种的 好种种的是吧 这一题是要自己回答的 哈哈哈哈 所以告诉大家我挺有的 哈哈哈哈 腹肌真的很难念是不是 太难量了 对腹肌真的我真的放弃 因为我觉得腹肌我也不会穿肩 看到粉丝就把衣服掏起来说 哎 看我的腹肌之类的 那穿衣服其实真的不太会发现 有没有腹肌这回事 那胸肌 穿衬衫会 衬衫 会吗 衬衫就是你扣子 如果就 你会把那两颗扣子打开 却你的腹肌吗 心肌 对那你心肌挺重的 对如果说我练出来的话 我就故意 好忘记忘记 腹肌好 我觉得腹肌真的挺难练的 对腹部撕裂 我最近我刚才 今天下午一直在练 就是说卷腹啊虐腹啊 就是一直在练 真的太累了 因为我跟你讲 就是我从上个月八号 然后到这个月 总共四十天吧 我剪掉了十八级 这一题真的是为你而胜 对 因为我想炫一下 很多哎 好 上一次吃醋是什么时候 吃醋啊 应该是前两天吃饺子吧 这个 真的 我上天不是才吃饺子 吃饺子是吧 太极致了啊 我只有吃饺子的时候 会加点醋 酸吗 觉得 还好听 那这没法聊了啊 就是出门前 会花多长时间照镜子 不一定 平时这两天就照照特多 因为工作 工作出门前都会有 那有装法师啊 帮我打脸 所以一个小时跑不掉 我平时 平时还好啊 不工作 其实像我现在的状态 因为今天这个通告蛮晚的 所以我刚才跟他们说 我可不可以先洗澡 就是自在的再来 他们说当然没有问题啊 所以我刚出门用了十分钟吧 哦 明白明白明白 对 那么还有就是你 一般就是说自己 平常就是说出去见朋友啊 什么之类的 就会照镜子会多久 就随便 有时候也不照 对吗 我照镜子不用很久 但是又无所不照 那有时候去到哪里 任何东西 你想照镜子的时候 它们都会变成一面镜子 地上一滩水 也可以变成一面镜子 我真的有时候会这样 但是其实 手机是吧 对 也是镜子 也是镜子 但是通常不会照太久 对 通常不会 是吧 蹲下来水滩 看一下十分钟就可以走了 哦 好 我们继续来聊下一个 那专辑的同名歌叫最好的快要发声 里面有提到伦敦啊 曼谷啊 台北 还有北京这几个城市 为什么会选择把这四个城市写到歌里呢 不是我选的 呃 词是管齐员写的 但是因为他太了解我了 其实我们私底下 我去哪玩呢 去干嘛 去干嘛 他都知道 那他会挑这几个城市来写 其实是因为 真的 我跑过全世界这么多地方 嗯 我还没有环游世界 但是环游世界是我的一个终极目标 目标 对 但是我跑过这么多地方 其实出现在 呃 最好的快要发声里面的这几个城市 是我特别有情意解的 哦 有情解 对吧 所以我把它写到歌里面 那如果说让你用新专辑里的一首歌 来形容你当下的状态 你觉得哪首歌最合适 最好的快要发声啊 嗯 我觉得他他之所以会变成专辑的title 就是因为他真的真的非常可以代表 代表现在的 嗯 嗯 年初在台北有开了一场演唱会 那么接下来 嗯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特别关注啊 就是有没有在内地开演唱会的计划 好 啊 对 好好认真的 嗯 用双人来跟大家说说 对对对 嗯 嗯 其实也 我也很耿直给赶快给你弄过去 其实演唱会他一直都是我现在做专辑摆在非常前面的一个位置 嗯 因为大家如果用心听从上一张专辑的音乐到这张其实我都希望啊这些歌我都想好了在演唱会我会怎么样去表现他 嗯 然后他的渲染力啊什么的所以演唱会是我一直一直在想的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不想随便随便乱做我希望把东西都控制的很好 然后不轻易去做但是我一定会做像我们上一张的时候我在吉东坡做一场然后这张专辑的一个open我们在台北做一场嗯 所以大家在一起很就是一直一起期许然后希望这些年很大很大那很快呢我们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城市都可以有最好的快要发声的演唱会 那我一定会加油 我一定会加油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对那反正就是说具体时间大家关注微博就知道了 对对对对吧 嗯嗯那最后呢我就还是让栋梁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吧就最好的快要发声嗯其实说的差不多了我觉得这张专辑我个人真的觉得他是要细细品尝的嗯我觉得再说很多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我觉得歌曲本身作品本身是会说话的那尤其我现在做的音乐他可能不是让你第一次听就觉得很澎湃嗯然后第一次听就觉得很认真听 对我觉得是多听几次然后你会听出里面我想要说的一些细节一些情绪一些故事 对然后都很深刻的代表了我那也可以让你们更了解我多一点 所以嗯希望大家可以真的认真听一遍这张专辑 然后你们一定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故事 对而且我看到公屏上有很多人说赶快来吧再不来我就要老了 哈哈哈哈 是有多老啊 哈哈哈哈这位真的是当然我们最后的福利还在后面的就是说因为你看呃第一名这位是九千一百二十二颗粒 然后我们到一会儿十一点三十分的时候我们就会来选出来今天晚上的榜首位置我们现场再去来联系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公屏上都在说些什么吧好不好来看一下粉丝的心声呃这位说什么小乌龟啊大家一直在 在喊什么小乌龟啊有人说我希望每天都能看到开心的栋梁 有最近都非常有最近都非常开心嗯对我们继继续来看有人说呃动梁可以和我说啊嘛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都会说的啊 嗯 嗯呃继续来看哇大家选的这些歌真的都是很多是有回忆的啊新春就不敢听怕听到心坎里 哈哈哈哈哈哈有什么好怕的我觉得人有各种情绪有时候那挺好的就要去哪怕是对自己自己的一种心里面的一种崩塌也是一种情绪啊勇敢面对对别怕别怕那让动梁来看一下几个几个那个留言嗯好想嫁给你啊啊有啊你会成为怎样的人OK你跳好快我想和动梁哥哥好我们连麦连麦好连麦那就要等了 啊我们还有三分钟三分钟我们来嗯最近听自己的风雨一直哭嗯嗯最近一直在哭哦对这位叫做木下的听众是吧嗯但是最近听自己的风雨一直在哭没关系啊其实这个时候你哭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种释放自己嗯对吧是继续来看嗯 最近唱一段粤语歌为什么这么突然间想对啊因为还蛮多要求我唱粤语歌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还有说小乌龟为什么咧搞定还为什么咧哈哈哈哈对大家嗯嗯小乌龟啊小乌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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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这首歌要给一群人歌声代替语言神情只曾不见哪一刻吻他的脸哇哇哇真的是功丹北半球那不是我的歌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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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哦哦哦哦哦欧德洋然后欧德洋然后欧德洋忠语粉把他拉出去毙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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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再毙待会再毙哈哈哈然后呃陈琳有唱过吗嗯其实当时跟呃当你孤单你会想起的时候蛮同气的对对同气就是同气的所以说会有很多人搞混了是吧年华嗯好我们看时间啊马上就要呃还有30秒的时间30秒我们就要看今天晚上最后要连到哪位听众了 这位说 洞梁哥什么 你会记住我的 总有一天 你记住我的名字的 好我的花花都给你 名字我记住了 我的花花都给你 不用有一天已经记住了 好不好 好 我们接下来要来准备来联系 好还有 这位叫洞梁不仅仅是偶像 对啊 其实我最近因为一直在说 一直在说 我才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 对吧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看到之前的访问 我觉得以前真的没那么踏实 现在就真的觉得 我可以很踏实 因为我觉得 他们就是喜欢我做自己 然后我做自己 我开心 他们就会继续支持我 我觉得这才是 真正的支持洞梁的粉丝 我们来连线这位第一名的听众吧 准备好的话 我们就来连线一下 好呀 Mingostin 准备好了吗 这位听众 准备好的话 我们就开始来连线了 这位听众在不在 我看一下 人真的是太多了 好 喂 喂 你好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在什么地方 我叫山竹 嗓子都哑了 怎么了 你嗓子 没有 我刚做完手术没过去 我可能嗓子还 不是很利是吧 嗯 好好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你 我怎么了呀 呃 留了一个小病 哦 现在还好吗 嗯 挺好的 现在基本稳定了 好 加油啊 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对今天想对 栋梁输液什么 想对所有粉丝 想对大家输液什么 呃 其实 呃 在我的印象中吧 我应该是 上小学的时候 哦 呃 那个时候认识 不是也是认识 就是那个时候 知道就是栋梁的 然后可以说认识 就是认识 对对 但是他不认识我呀 我认识你呀 山竹 他差点双芒果 山竹 山竹 你看现在就认识你了 你从小学到现在 我觉得真的是 啊 然后呢 你想说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 听他的那个 那个北极星的眼泪 我都听哭了 哦 北极星的眼泪 其实那个时候 小有 就是也不是很容易 去理解他歌词的意思 但是 就是听得 把自己听哭了 嗯 那现在是不是都 都不读书了 啊 不是 现在 现在都毕业了 都工作了 嗯 对吧 都上班好久了 嗯 确实 就是小学的时候 你小学几年 你都听歌 那时候你小学听歌 是用什么 是用卡带 还是 还是用MP3 还是什么 对 MP3 哦 你看我那时候 还用卡带呢 差不多 其实 那个时候有那个 那个池带吧 就是那个 复读机 对 复读机 嗯 好 那你能不能清唱两句 嗯 不行 我这个 不行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你有什么特别想跟我说的吗 嗯 对啊 想对动员说些什么 嗯 本来想了很多话 但是 一激动就 别激动 别激动 不激动 不激动 不激动是假的 不紧张也是假的 嗯 嗯 嗯 好的 那 那你加油啊 希望你身体快快康复 嗯 你也是 哦 我也加油 未来 生活也好 还是 事业工作也好 都会越来越好 好的 未来很美 未来很美 没错 我们的未来都会很美的 哦 明白 明白 谢谢山竹 谢谢山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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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山竹 很多人要求说 连一下第二名 对吧 没问题 没问题啊 山竹谢谢 加油啊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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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不好 嗯 好 好 大堆帮那个第二名 谋 哎 哎 好 你 这位听说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一会儿 呃 第二名 对 大堆说 让你连一下他 因为觉得这位男生粉丝 不容易啊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大家不用刷啊 我们这是可以连的 可以连的 好不好 嗯 嗯 嗯 好 这位啊 我 这是我要 啊 这是你 这是你 来 哎 你那边是耳机坏了吗 哇 呈现一种机器人的状态 好 我们重新 重新 你重新再来连线 再来连线 我们再来连你好不好 哇 真的这位男生 粉丝真的是啊 数字还特别吉利啊 好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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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边是 你那边是什么情况啊 嗯 嗯 我去 我手机好像 这样可以了 这样可以了 可以了 你不要动 哈哈 你不要动 现在非常好 嗯 嗯 你好 你好 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哦 我听了 谢谢大家给我上瓶了 对 大家都在说 抠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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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 你是给他们多少钱 哈哈哈 你发了多少小广告 哈哈哈 你好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嗯 我叫张兴 张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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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长张啊 嗯 嗯 嗯 啊 对对对 哇 什么姓啊 老张哎 哈哈哈 所以你是我大哥呀 哈哈哈哈 你好你好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 哦 我真的没想到你变到我 所以我就是行着支持你嘛 然后就刷刷刷 然后没想到他们就让我点第二名 对 而且又说他去过大马 他去过台湾 啊 台北对吧 是不是啊 所以你见过我本人呢 对对对 呃 成都那次 然后大马 台湾 那以男生角度来说 你觉得我帅吗 哈哈哈 然后 哎 不要逃避我的问题好不好 我说以男生角度 你觉得我帅吗 他回避了 哈哈哈 啊 你啊 老帅啦 哈哈哈 哈哈哈 老帅啦 好好好 帅你帅 哈哈哈哈 所以你去成都 哦 成都 哦 成都那次 成都什么时候了 你跟我说 嗯 嗯 2017年7月9号 什么什么样一个活动 然后考考你 我心里 ajina oh 心里演唱会 我们在演唱会之后 在饭店的什么什么地方 你们有上来拍照是不是 对对对 你是那个唯一的男生啊 还唯二 当天是一个还是两个 一个一个一个 就你 张欣嘛 谢谢 有人说周一他也在 那我记得 你是做前面第一排最主编 对对对对 张欣嘛我记得 哇真的是你今天是不是特别开心 而且又又 通上话了而且单独的跟你聊这么久 对而且我没想 刷屏的全包 我刷谢谢他们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 因为你也很棒 因为你是唯一的一个男生 他就只能照顾你了 好了谢谢谢谢 你这么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我 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我男生粉丝挺少的 对那就让他唱首歌吧 那你要不要唱首歌 陈一很爱让你唱歌 你要唱一句 唱一句吧 唱一句吧 他都吓走了吗 挂断了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你把他吓走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他应该是那边自己断掉了 没关系没关系 好谢谢 谢谢张鑫 谢谢张鑫 谢谢谢谢 这个男生还真的是去过很多地方啊 你都对他都有印象了 有 他说他说周一那个我有印象 对吧 真的真的 那他是不是还要再来 再来的话 如果他能还在线上 不知道他那边是来电话了 还是怎么着 突然断掉了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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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第五个也是男生 没关系 好我看看这位 他那边可能有事啊 可能有事 那最后吧 最后就让 邓梁再跟大家说些什么 其实真的也 也说了 也说了挺长时间的 我觉得今天真的蛮开心的 跟张鑫在这里 对 而且就是说 乱聊一头 但还蛮开心的 我觉得现在其实就 就就这样蛮好的 对 其实因为 也希望用一个最比较真实的状态 去让大家 不管是听歌啊 或是看到现在的一个 一个感觉 所以专辑反正是要听的啦 对 然后最基本的 那其他的就希望我们一起加油 那希望我们想要发生的演唱会啦 或是可能下半年 我搞不好会有戏剧的演出啦 哇 太棒了 对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然后我也会继续加油 那希望这两年可以一直不断的有新的惊喜带给你们 嗯 好的 那最后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最好的快要发声 好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有美好的事情 美好的事情 即将发生 晚安 刚刚不是有人说要说晚安的吗 嗯 我很认真的在这里说 晚安 Good night 谢谢诚意 谢谢大家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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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心中 握住个空风 以后 还会遇见 另一个人 还给你笑容 最好的快要发声 还要我们等一等 更多节目 下载荔枝FM